据报道 美国白宫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 将向台湾提供价值3.45亿美元的装备培训等军事援助 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动用总统提用权向台提供援助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8月1号做出回应 谭克菲表示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援助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一些势力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 持续通过军售 军援 邪训等恶劣行径 加强美台军事联系 纵容鼓动台独分裂势力姿势挑衅 加剧两岸对抗和台海形势紧张 我们敦促美方 停止一切形势的美台军事勾连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中国人民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海形势 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